俗话说 疑心怕地扫 水电怕着牢 半岛怕吃牢 想得真的很贴切 中午十二点的宴席 四点钟就要起床准备工作 扣除车程的时间 很难想象真的有那么多事要做吗 非有一大清早就要开始工作吗 阿姨笑笑地告诉我 待会你就知道了 这两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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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到这里 竟然有序 各就各位 所有人都知道 我要做什么 我要怎样都不用说什么粒哦 都做得很好耶 对啊 因为这是怎么分布的 因为我们就在家里 对啊 然后他就把它分裂了 对啊 就像我们这边同样啊 对啊 你拌柳有拌柳的那个啊 啊 那扁有扁有扁 那扁有扁有 那扁有扁有 那扁有扁有扁有 那都没乱去哦 没啦 那他们就自己 自主的岗位上 他就给他拆那些 就要拆那些哦 我就是这样哦 这样给他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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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的工作 他手的就是监督 对啊 手放在后边 那要拆就对啊 那去看 那如果说 那你的人啊 有的部分 发生问题啦 说菜没做好啦 是什么下去啦 是受胸啦 那你做建筑 你要怎么处理 那如果说 你如果名字返回去 对 哦 像这个 海蟹的 这个名字没出 嗯 要衰烈肉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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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淘汰 可以煮下去 煮下去了 对啊 那我说 人手不足了 你是不是一个人 要做三个人的工作 那如果 不可以 不可以 你如果是 洗菜的方便 他就 一直都给他洗 哦 嗯 嗯 哦 也是洗人家要分開啦 你以前也要分開啦 也要分開啦 啊 那现在来看就是 咖啡咖啡好 我們就要把柚子 做 做菜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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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说起来 你不要看 大家做工作做得 有什么 他也是有这个 能力 能力 然后他安排 安排的职位不同 好吗 你现在要点菜 对啊 啊 你点菜就要怎样 点这个清楚 啊就看我爸开的那个 那个 菜单的名细 菜单名细哦 里面有什么材料 他会写清楚 他说你是几个 对 那你哦 算责要算责 算金就算金 这样哦 海马 海马是什么 海马比较珍贵的东西 来算责 来算责 那龙虾 帝王虾都要算责 那你算责要怎么算 那打出一支一支一支 那一支就老实贴了 就是持人分一了一支就对了 哦 了解 啊这个就没有 没有那个啦 哈 没有算那个 没有算 没有算 整片这样 算命 算命 这是什么 六边啊 六边啊 哇 你吃这么好 你看 你刚刚刚一般情形 你说你菜不对 三个费也不对 结果你马上要变菜式 没有没有 没有啦 没有没有 因为 叫我们爸爸的这种菜团 会够够够够够够 对了 好啊 这就是我们爸爸出差错 老塞出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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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时候会找一两天 我就在警方会找他们 调货 所以都是完全安全过关 对 原本十年功科的大儿子 毕业后舍弃了当初的所学 继承了这个劳心又劳力的工作 虽然他说有时候真的很累 但是每次看见大家吃得开心 一切都是值得的 虽然已经是一秋塞 许多料理的细节 以及出菜前最后的审核 还是由父亲来决定 而其他关于真竹炒炸的部分 则是属于李秋塞的专业领域 虽然在职称上有个二字 却不表示能力是次等的 这只是为了区分出 每一个学习历程的阶段性 有所不同罢了 毕竟一次要料理几十多份量的菜 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老闆娘啊 你这个黑尾翅这个是真的假的 那就是素食的啊 素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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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真的啦 你这个都是素食的就对了 对 都你在扶着的吗 嗯 你在船喔 对 素食的那会比较重 没啦 不是像这样做啊 不是这样做啊 你这个感觉有开菜肚子啊 有啊有开菜肚子啊 也有啊 那菜肚子在哪里 你去看看 我去看看 好 你黏好了 黏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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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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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你这个吃素的菜肚子 应该是油肝啦 对啊 对啊 黑子油肝 对啊 黑子油肝 不不马虎 看它的办事 和技巧 可是媲美五星级大饭店呢 我做很久了 你做多久了 做20年了 20年了 20年了 但是这有时候 那场地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看它的当地怎么办 我才怎么做 我们当地好 我们当地好 我们都做整籠 有没有 像镜仔这个 整籠 整籠 如果说不好 如果不好 就要这样一段一段 這樣倒了 那你都要花多少时间来做 做多 不要啦 这是 你当地看病 有没有 很快 我们做惯事 做惯事 要一趟早 我一趟早 我一趟早四点就来了 那不要这么早啊 四点开始 四点来 四点就要来啊 那在大棚子哦 对啊 那你没什么 都五点就到了 吃中午了 那你吃晚的 吃晚的 我差不多 九点多十点 那你如果住到 那种风台 路大火 这种情形在哪里 这种 路火不怕 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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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花 那我们如果 掉烟它 它不会倒水 那你算是 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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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水桶 有没有 推水 打的 旁边 对 对 过定 那种 你要旁边 再用烏子 里面 嗯啊 ley that an is very few 防守 很 allemaal 發現1いうこと 對 absolutely 好 它是抵押那現在下台 河激缸來有沒有 那是大条 仲間來 剛壯來 了 那個說大西區 六間 half 那一路 要上台 那裡 那一路四處 這也很辛苦 一早吃ule 一個早四處 要來這 開始塗 把它看 看看 有 所以這樣比較年輕 比較有青春活力 對 所以你現在香菜、白菜 什麼都是 問題是你怎麼看 要怎麼分辨說 你這塊場地要排幾個桌子 要那個隊形 怎麼處理 我們白館是 要距離差不多 抓起來大概幾桌 你中間就是要留一個走路 對 沒有人放桌 你菜要怎麼放去人放桌上 問題是你們像現在五十度 你們有幾個人來香菜 我們有個 五個 不過我們數四五度 還有另外一個鑑鑼 那另外算 所以你們這樣一個人 差不多到那十度 沒有 八度 八度 八度到九度 每一個人的桌數都一樣 還是說你有怎麼分配 有啊 如果比較近的香 比較多桌 比較遠的比較少桌 有時候就七桌 像我們比較遠的就七八桌 七八桌 比較遠的可能就有十度去 對 那菜要怎麼放 對啊 放兩桌 一支手 一個人如果說八桌就好 那不就怎麼樣 四桌 一支手 八桌 出來 那不需要怎麼放 沒有啊 我們就 一次放四桌 走兩桌 走兩桌 這桌菜走兩桌 哦 桌上的擺設也是一門學問 因為那是一種門面 也是客人一坐下來的第一個印象 這些 薛先生都想得很周到 因為他說 現代人越來越講究 用餐的氣氛和質感 就連板豆也不例外 所以連碗筷的排列 都是要有美感的要求 不是青菜黑白白白的都可以這樣 當斷菜的阿姨們 將分內的事都忙得告一段落之後 還要幫忙簡單的菜色料理 忙了一整個早上 菜色總算完成得差不多了 只剩加湯類的料理做最後的烹調 還有 將沙拉 冷盤的食材 進行裝盤的動作 將菜色一次排開來 看起來還蠻壯觀的 一切就等客人都做定 主人家決定何時開動 從手上這裏 從手上去 初一半結出的 那個時候 四個人 那一次 有一點的東西 就這樣,我們要慢慢帶 那像這樣子每一道菜之間 有沒有說最好間隔多久?最好 差不多平均的話,差不多七分鐘左右 七分鐘? 七分鐘左右 然後一直長這樣 可是我看他們都很趕啊 他們都不會因為這樣粗插錯了 因為他要跑兩趟啊 所以就要快 那他們這樣端菜有沒有出賠過? 就太早了啊 很早很早 有時候就是怕掛著 怕掛著躲避有障礙 他也不是故意的 有時候我們去桌上 如果倒兩趟我們來那兩趟敢說 大家都會原諒啊 伴隨著歌聲的結束 也就代表著今天的宴席告一段落了 這時候我才發現 當客人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 吃飽喝足了就可以回家 而對於這一群從清晨忙到下午的阿姨們 卻又是一個忙碌的開始 有人忙著洗碗 有人忙著掃地 有人忙著收棚子 大家努力的讓場地 恢復到最原始的樣貌 也許是因為默契都很好 每三兩下的功夫 就將東西全部都運上車 結束一天忙碌的行程 那雜貨有沒有大概是哪些東西 最不要的 茶米油鹽醬去 這基本的啦 比較特色像香菇還有魚翅啊 鮑魚啊 像這些東西是你們自己倉庫通通都有 我都有 我會叫那個南北的大貨 大廠商會上過來 你怎麼知道你每一個廠市 要準備什麼雜貨 因為我爸他會把雜貨單開出來 然後他會歸類 例如他只有十二道菜 他會分蔬菜 海產 那個雜貨 雜貨由我負責嘛 我就現在在點明天的工作 要不然明天因為吃中午會來不及點 所以前一天一定要把雜貨蒸去 他說你說 這六串的桌面 這個建議跟我們大餐廳飯店都一樣 這就一樣啊 五星級的也是差不多這個桌面 五星級的我們那個餐廳吃下去 你看看 鵝還不一定有這個 你才知道 對 我們也不是說沒吃過五星級飯店 那辦公室我們也沒吃過這款 你看看 這有夠數學的 還有 白料又漂亮 你看還有這個 天鵝壺 哇 好 還有插花 還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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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放什麼 這放什麼 裡面放什麼 那個紹興梅 紹興梅喔 怎麼這樣放喔 對啊 有夠漂亮的你看看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是外帶的 外帶 塑膠袋 外帶收袋 都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吃不到可以打包 要吃不到 不用打服務的員工 不要五塊錢 不用五塊錢 不用錢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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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這個紙巾也很漂亮 摆得漂亮 漂亮漂亮 但是這種 這個價位 差不多要落地錢 以上一度 怎麼會這樣 因為人家說 你要要求 要求這個 倒賓 譬如說我們一塊 如果是說 我們正常化 你一塊五千塊 都有 你豬得 我可以用一塊 五千塊豬 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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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說你全部方面 都賣 都賣 一塊就要加兩百 再加五千里 對 比五千里 那也燒到百塊 三十年經驗的累積 造就出薛先生 一套完整的經營理念 他所領導的宴席團 不論是菜色的安排 或是硬體設備的搭配 都盡量符合現代人的需要 因此雖然是露天甲版鬥 也能感受到五星級的享受 你都要多少 四千至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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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兩個價位 這是菜不一樣 四千五的菜 以前有比較好 有比較好 有比較好 不好意思 我都一樣 你看這肥子 有這麼可愛 還有很多新的 愛新 這雞君 大家在喝的時候 都看到麻油 甜蜜蜜 蜜蜜蜜 蜜蜜蜜蜜 還有水蜜蜜 這是做什麼 裡面也是酸梅 酸梅 酸梅 這也是酸梅 酸梅 你都可以想得到 真厲害 有什麼用水蜜蜜蜜 因為這是塑桃 對 塑桃 六星 做鮮蜜 用這個 如果結婚就是用這個 也是這個 因為這個跟這個 差不多 如果說這個 裡面的那個 蜜蜜 吃了 這個盒子 可以拿到嗎 全部都可以 那都是三個 等上電 你放下去 你都不再拿回來 裡面有可以拿回來 還有這個 你看 蜜蜜蜜 你這樣看是沒什麼 很普通 你看它 還可以開罐器 二合一的 四合一 對 沒有啦 我是說這個 你不要讓人合同的 沒有啦 我說這個二合一 你四合一 有兩樣 這也是可以用 對啊 這也送的 我都送的 小椅子 你看看 四千到四千五 椅子還有椅背 擠得很舒適 擠得很不舒服 對不對 不過旁邊這塊 這塊就比較多 平常的 平常 平常你就用這個 我剛才演戲了 像我的 小得 人 往生的 往生的 兩千五 五千 你往生的 你這部要換嗎 現在以前是 以前是 有你換 以前有分這個 紅 紅的 跟普通的鑽 現在我們的 來變的 都沒有換 都沒有換 因為它回來就是 乾淨了 煩熱 煩熱 所以你也要做一個 以前 六十年代 是不可以用這樣 一定要 一定沒有 像這個地方這樣而已 會比較大而已 沒有豆腐 你說一塊多少 這兩三千塊而已 兩三千塊 火也不一樣 也不一樣 火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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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一樣 所以這也是 任君選擇 不過菜色也是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所謂一分錢一分貨 這樣多種價錢的安排設計 能夠讓顧客依照需求 有了更多元化的選擇 而不論是婚商喜慶 半豆的安排 除了因為價錢高低 而有所差別以外 最重要的不同 就是在第一道菜的意義 例如結婚的第一道菜 是龍鳳莊拼 以求圓圓滿滿 而生日則是豬腳面線 新聚落成和喪失的第一道菜 都是雞 意味著 起雞 滿月則是麻油雞 很有意思吧 下次有機會吃到板豆 可以特別注意一下喔 總之說 很難以外 隨著 烈成和喪失的